北京时间7月8日 神秘人主场96比88 击败印第安娜狂热 本场比赛是李梦亚洲杯回归首秀 李梦出场24分钟 拿到9分一抢断 帮助神秘人结束两年拜 第三节最后一分30秒 李梦接球 运一步 后撤步三分手起刀落 慢镜回看 皮球在空中划出优美弧线 稳稳命中 李梦的后撤步步三分让人想到库里 真的太像了 第四节刚开场 李梦和队友打出配合 李梦三分线外接球 超远三分一键穿心 神秘人拉开了分叉 网友们看后纷纷感叹 李梦延续亚洲杯的状态 他已经成为神秘人重要轮换 在打发6NBA站稳脚分 后面的比赛 李梦一定会大爆发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 赶快留言吧 感谢您的收藏和转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